接著那一節就好人好事了 今次有些什麼好人好事的故事講一下 不是故事 講事實 事實 今晚講故事 講故事是虛構的 但事實更好 現在有些什麼事呢 近期有些好事就是第一宗 今天有兩宗 第一宗就是普京離婚 離婚都是好人好事 現在離婚是好人好事 非常大一件事 一般人想不到 以他的身份這樣離婚是非常大的好事 如果在歐美國家就閒事 就是俄羅斯與普京的身份 我記憶中在歷史上 由沙皇到來 這二百年 很少他這個國家的一把手是離婚的 因為他的宗教信仰不准離婚 東正教也不被離婚 不被離婚 更加不會說在政治上 把手是離婚的 為什麼會當是好事呢 你看到由他蘇聯解體 變了二十多個讀元體 因為俄羅斯現在他們在這個這麼政治 這麼強的卡索 他是進入世俗 進入世俗 進入世俗人是開心一些 如果要離婚 同床二夢是很痛苦的 你想不到嗎 既然他一把手帶頭 所以普京都是一個 有些人他不是特意做的 因為他老婆也挺獨立的 他太太也很獨立的 但是很多人看就說 一想他當然離婚 現在有情人不靚 現在普京的身份 要有美女都不用讓人知道 他都不用讓人知道 他是有能力做到你和人不知道 他是有足夠的條件和能力 是他就算有一百個女人 你都不會知道 有些人你和他同床的女人 第二天起床都不知道 昨晚那個人是普京 對呀 和你洗澡你都不知道 那個人是普京 他戴人皮面具就行了 大佬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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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科技甚麼都有 需要不需要 這麼辛苦 要先翻譯 要先轉變臉 如果你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時間 就算有些人供應那些女兒給他 你真的不知道你昨晚那個人是普京 因為我見過你那些人 因為我見過你那些人 俄羅斯在蘇聯在二十多年前 已經做到貓王的樣子出來的歌手 是中德的 有可能你們小便我見過 我見過 湯中士出來的 你不知道那個人是假的 湯中士 聲線 神態 樣子一樣 他做了一個貓王出來 我真的以為貓王翻身 這樣 真的 拋頭 就是他們搞出來了 究竟現在我最認見的這個普京 是不是真普京 我都懷疑一段時間 不過我的感覺是有些不同的 他很厲害的 你們不可輕視 他忽然累 你出去吧 嬰兒不要愛他 排過提訊書都可以 做到他們做到 他們那些科技匪夷所思 但是因為我們他現在公開 說現在俄羅斯總統離婚 他影響了整個在他們東歐共產集團 過去的文化 是入世情 即是人性化 不行就離婚 不會說這樣僵鎖 他也打破了中教的卡索 是好事 即是世界會將來 他的行為你會影響到 將來他在那個世界上有什麼衝突 他都有不衝 即是說死了一片頸 現在是中國死了一片頸 即是你看到俄羅斯的叛探 已經不是死了一片頸 會變 會變的 在歷史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他都可以突破了 是由他入破普京 所以這個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影響很多人 影響很多政治的元素 影響了很多人的思維的模式 但是和潮流的 這個真的非常值得說 因為他 中正教問你一些常識 中正教教堂和尖之教堂 有什麼不同 這個我講 你怎麼知道 因為 你走去看教堂 你為什麼要中正教 為什麼要教 沒有去教堂 沒有去教堂 但是東正教是比較古老的基督教 東正教是不能坐下 所以你一陣子去教堂見舞椅子 你一下這個東正教 不能坐下 還有東正教的十字架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還有他們做的聖母像 那些都很漂亮 我以前有收藏十字架 我收藏很多十字架 收藏很多十字架 嗯 不同教派的 我當作裝飾 因為十字架的歷史是比耶穌基督教 就是他沒有耶穌基督指使於十字架的 在我們世界上 都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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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圖層在 他現在去普京 離了婚 看他們又很輕鬆地解決了問題 完全不是為首和為成的 就是很正常 是原人員 是的 非常好的 一件好事 很相關